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流行歌曲中有很多的这种唱段 或者说是在一些歌曲中会加入一些假声的一个技巧 假声的技巧 老师 对这个好像现在是听不到这个声音 同学们稍等啊 我们来测试一下 把你的那个直播界面找出来收集 我的是吧 好 嗯 好了 现在应该有人听 好 好 谢谢啊 好的啊 同学们我们继续啊 我们经过了一下这个设备的调调试啊 现在呢 应该是可以听到啊 老师这个电脑里放的这个歌曲啊 看到这个小机器同学说啊 还专门试唱了一下大鱼这首歌啊 不知道同学感觉怎么样啊 我们今天呢 就会这个给大家讲解啊 我们大鱼啊 这首歌曲啊 这首歌曲啊 那么我们接着说啊 接着说我们这个流行演唱课这个歌曲中啊 这个尤其是对我们这个流行演唱啊 这个比较了解的啊 我们这种灯火阑珊同学啊 比如说啊 他们一定都非常的听的这个流行歌曲特别多啊 应该都知道我们这个啊 小机器同学说歌曲比较难啊 啊 是的啊 这个啊 其实呢 我们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调啊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啊 我们待会可以再试一试啊 这个我们喜欢听流行歌曲啊 流行歌曲听的多的同学啊 应该都知道我们这个歌曲中啊 很多这种唱段啊 都加入了一些这种假声的技巧啊 假声的技巧啊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带大家一起啊 来研究一下啊 研究一下我们这个假声啊 究竟该怎么唱啊 怎么唱才能唱的好听啊 好啊 这个课前啊 我们还是先说一下啊 我们同学们课上啊 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啊 第一呢就是肯定是认真听课啊 第二呢就是有问题啊 我们要及时的发弹幕啊 我们这对于这个声乐学习啊 大家还是要这个及时的把自己的这个问题 自己的想法啊 来跟老师沟通 这样呢我们学习效率啊 才会大大的提高啊 学习起唱歌来 才会更加的快速啊 更加的这个高效啊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作业啊 要及时交到作业区啊 这个我们每节课讲的内容啊 大家可以这个及时提交作业 老师呢及时的来听啊 及时的来给同学反馈啊 这样呢我们课上课下配合啊 才会更加快速的学习啊 那么第四呢就是学习环境啊 我们共同营造啊 要和谐弹幕共同进步啊 第五呢就是我们课后的回放啊 会稍有延迟啊 我们下课之后 大约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就会把回放给大家上传上去啊 上传上去啊 那么还是这个老生常谈啊 在我们这个刚开始的几节课里面啊 两节课里面我们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提交作业的这个方法啊 这个我们手机端啊 手机客户端啊 是打开我们APP的主页 然后呢来点击我们这个画红圈的发布按钮啊 然后呢再去点击我们这个正式课的作业提交啊 在这个课程提交中 然后呢找到我们上面啊 的这个声乐板块啊 声乐板块 点击一下啊 刷新之后呢往下拉啊 来找到我们这个流行演唱技巧提升模块啊 然后去提交作业啊 就可以了啊 啊 这个小琪琪同学说 周深老师的音高啊 接近于女生的不好模法啊 确实是啊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周深老师啊 虽然说这个是 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啊是一位先生啊 但是呢这个他的嗓音条件啊比较特殊啊 我们可以说他的声音啊就是女声啊 女声啊我们声呢是声音的声啊 我们声乐上所说的男声女声啊 这种都是用来描述啊 这个声音的啊声音的 我们可以说男声的音域啊 基本上是这个啊 大家听到的一些这个男性啊 唱的一些歌曲啊 这个女声呢 他有一些这个更高的音域啊 所以呢这个周深周深老师啊 这个他的这个唱法啊 他的这个唱歌的这个音域啊 其实是算这个女声啊 女声啊 对对对 也是这个之前出现在好声音上啊 也是这个声音啊 这个惊艳了在座的所有人啊 我们继续说啊 这个我们客户端啊 客户端来提交这个作业的方式啊 啊做客户端呢 来提交作业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这个 在我们的官网页面啊 然后呢 打开我们的这个 正式课作业提交啊 点开之后呢 就是找到我们这个声乐板块啊 声乐板块啊 同样呢 还是找到我们这个7号啊 我们是这个2 10207啊 10207啊 并且呢 从这个上面啊 这个箭头的地方啊 找到我们的这个 流线唱技巧提升模块啊 点击来提交我们作业啊 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了啊 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 刚开始的必备流程啊 还是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提交作业啊 然后呢 就是我们课堂导学啊 这个首先呢 就是要说一下啊 我们这这个流线唱课程内容呢 就是要在实践中啊 带大家去了解流线唱啊 流行歌曲中的不同技巧啊 并且呢 分到了每节课啊 都会给大家交道啊 都会给大家讲道啊 那我们学习方法呢 当然是配合我们这个直播课啊 还有一些录播课 有一些练声的片段啊 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啊 这个每天呢 可以去跟着练啊 跟着练 然后呢 通过 还有可以通过回放啊 再来看啊 然后加上我们作业点评的一些回馈啊 嗯 我唱周深的歌不用变调啊 是的啊 我们这个行歌落媒同学啊 这个 这个周深的歌呢 基本上是可以选 可以针对于这个 啊 女生啊 所以呢 在这个今天啊 老师给大家准备的素材包中啊 相信同学们也都看到了啊 老师呢 其实是准备了两版伴奏的啊 两版伴奏 一版呢 就是我们这个原版的啊 这个周深老师的啊 大鱼的这个原版伴奏啊 原汁原味啊 另一版呢 就是为了照顾到我们的一些男同学啊 男同学 我们啊 这个一鸣老师呢 也是帮大家做了一些降调的处理啊 降调的处理啊 所以呢 我们男生呢 可以用运用啊 老师给大家发的这个啊 男版伴奏啊 来进行跟唱啊 来进行演唱啊 这个由于我们这个流行歌曲啊 其实这个啊 这个调啊 是分这个男女的啊 男女的啊 几多集同学说 老师好 来晚了啊 这个下次啊 记住可以我们早一点啊 提前来到我们的课堂啊 接着说啊 我们这个流行歌曲呢 其实还是分这个男女调啊 男女调啊 这个老师呢 在每一节课的这个歌曲练习啊 这个这个案例歌曲中啊 都会给大家找一些啊 这个首先呢 会准备这个原版伴奏啊 其次呢 这个如果原版伴奏啊 是这个男生唱的啊 并且这个音高比较高啊 老师会给大家准备这个降调版啊 降调版的伴奏啊 并且呢 会给大家准备一个女生版的伴奏啊 如果是女生唱的歌呢 老师会给大家准备女生的原版伴奏啊 和这个我们一个降调的啊 这种男生伴奏啊 男生伴奏啊 同时呢 也是算给大家一个福利吧 给大家一个福利啊 相信大家应该都在我们的这个 学习群吧 在这个微信的学习群啊 在群的同学啊 可以给老师扣薄一啊 老师看看这个啊 都谁在我们的学习群中啊 也算是给大家一个这个福利啊 给大家一个福利啊 福利是什么呢 就是同学们啊 如果以后有什么喜欢的这个流行歌曲啊 流行歌曲 可以在群里面啊 这个看来同学们还是都在我们的学习群中啊 这个同学们如果有什么喜欢的这种啊 这个流行歌曲啊 流行歌曲啊 想要找伴奏的啊 或者自己找不到的啊 或者自己找到啊 由于这个啊 自己喜欢一些女生的歌曲啊 但是自己是男生啊 但是这个跟起伴奏来很费劲啊 或者是这个自己是女生啊 跟起这个男版伴奏来啊 很低啊 很压啊 很压啊 那么可以在群里面啊 来at一鸣老师啊 一鸣老师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个各种各样的我们流行歌曲的伴奏啊 并且呢 可以帮你啊 调整到你适合的这个曲调啊 适合的这个曲调啊 我们可以这个帮大家升降调啊 升降调啊 也是这个一鸣老师这个流行课啊 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啊 福利 那平时其他的歌曲如果没有 没有适合我的伴奏啊 那咋办 啊 是啊 那老师就是说啊 这个我们平时的这个歌曲啊 如果没有适合你的版本啊 你可以在群里面来at一鸣老师 一鸣老师可以帮你做这个音调的降调啊 处理 并且会帮你转换成这个MP3格式啊 我们在这个什么样的设备上啊 这个只要是能播放音频的啊 这个MP3格式是一个通用的啊 会帮你转好码啊 并且呢 把这个音调啊 确定成你要的这个 合适你唱的这个音调啊 我们可以跟伴奏来唱啊 这个因为跟伴奏呢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流行演唱啊 对于我们唱流行歌曲啊 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个幸福约定说东西 老师好贴心啊 是的啊 这个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啊 大家随时可以在群里面找我啊 找我要伴奏啊 老师这个伴奏非常多啊 非常多啊 并且呢 可以给同学随时的来调整这个音调啊 调整音调啊 我们接着来说一下我们这个课程要求啊 还有就是我们作业啊 课后呢 到次日下午15点前啊 老师会根据作业提交的这个时间顺序啊 优先来语音点评啊 这个并且呢 所有的作业啊都需要同学们按时提交啊 老师会给大家统一的进行点评和指导啊 好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流行演唱的一个大纲啊 一个大纲啊 我们今昨天啊 这个啊 前天啊 前天 前天的这个上一节正式课上啊 已经给大家这个啊 做了一些详细的介绍啊 我们今天呢 还是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 怕有之前没有听的同学啊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啊 我们的前十一节课呢 其实讲的就是一些啊 我们流行歌曲中的技巧和方法啊 技巧和方法啊 也是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啊 比如一些假声啊 真假声转换啊 颤音气声啊 这个颤音混声这些啊 都会在我们前面的课程中啊 给大家讲到啊 那么在之后的课程呢 后面的一些课程中啊 也会给大家讲到什么呢 这个各个不同的歌曲啊 不同风格的歌曲啊 老师呢 上节课主要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啊 很多风格的歌曲啊 这个我们前面课程学习完技巧啊 当然要在具体的歌曲中啊 穿插着运用啊 我们前面给大家找的这个 学技巧的时候找的一些歌曲呢 可能这个歌曲啊 就是大多数偏向于我们本节课啊 学习的这个技巧啊 为主啊 那么后面啊 这个歌曲风格中给大家找的这个歌曲啊 可能是这个我们一个歌曲中会运用到两三个啊 我们之前学到的这种技巧啊 大家可以穿插着配合着来演唱啊 那么在最后呢 我们会教大家一些啊 这种啊 很这个我们流行歌曲嘛 毕竟还是比较注重啊 实战啊 实战啊 这个能应用在大家日常生活中啊 各个场景的一些歌曲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啊 参加同学们的这个婚礼啊 或者参加朋友的婚礼啊 或者说是参加这个啊 一些这个聚会啊 或者说是KTV跟朋友们去唱歌啊 或者说是这一些家庭聚会啊 公司年会这种啊 都可以有自己展现机会的时候啊 可以找一些这个啊 适合自己的歌曲啊 这个舞台表现力 还有麦克风的使用 都会在最后啊 来教给大家啊 小琪琪同学说 是不是自己的嗓音特点 也要有适合自己的歌曲啊 那既然啊 小琪琪同学问到这里了 老师可以其实给大家啊 简单的来剧透一点啊 剧透一点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 我们题目啊 虽然叫啊 根据自己的音色啊 找到适合自己的曲目啊 当我们把整套课程啊 都学习完之后啊 我们把这些技巧啊 都用来武装自己之后啊 自己已经很强大了 很强大了啊 这个面临不同的风格的歌曲啊 这个面临歌曲中的不同技巧啊 相信大家如果跟着课程啊 来学习啊 并且这个啊 自己还是需要 当然还需要一些自己的努力啊 在私下去有一定的练习啊 练习啊 按照老师要求的啊 来练习啊 这样呢 我们可以这个有很多的技巧啊 来武装自己啊 当我们武装好之后啊 其实呢 我们比如说啊 比如说啊 这个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说 比如说我喜欢这个歌曲 哎 它是女生唱的啊 但是呢 我是一个这个男生啊 而且声音很粗犷啊 很粗犷啊 很明显啊 大家一听起来啊 这种可能就不属于适合自己音色的歌曲 但是啊 只要我们技巧啊 够强硬啊 够强硬 就可以啊 我们把它啊 转化成啊 适合自己啊 这个这个啊 有自己特色的这种感觉啊 去表达出来啊 相信这个看过老师的这个视学课啊 或者说是上节课啊 在我们这个直播课上的同学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课后啊 给同学们这个点歌的时间啊 老师可以给大家唱啊 啊 老师呢 唱的很多啊 其实都不止局限于这个我们男生去演唱的一些歌曲啊 老师呢 可以给大家唱 甚至是我记得上节课啊 同学点这个 应该是这个这个啊 我们这个灯火阑珊同学啊 点的这个花海啊 其实老师第一次唱啊 一点都不熟练啊 但是这个我们拿出来啊 这个冷不丁的啊 去唱这么两句啊 可能给人的感觉啊 哎 不是说啊 可能不是有啊 多么的啊 完美啊 但是给人一听啊 一定是哎 不错啊 不错 所以呢 我们也要啊 达到像老师这样啊 我们这个可以把所有的歌曲啊 唱出我们自身的特色啊 这才是我们流行歌曲啊 所追求的啊 所追求的啊 一鸣老师感觉音域就很宽了啊 是的啊 这个我们流行歌曲啊 相对来说练一些这个音域啊 相对啊 没有那么困难啊 没有那么困难啊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啊 根据自己的这个音域啊 根据自己最好听的音域啊 不一定说啊 首先同学们要有一个这个 嗯 概念上的东西啊 就是说不一定我们唱歌啊 这个音要有多高啊 它就有多好啊 这个其实是这个啊 不太可取的地方啊 因为每个人的音色啊 针对于我们流行演唱来说啊 都是独一无二的啊 我们只有展现自己最好听的这个音色啊 才能够把这个歌曲唱出自己的味道啊 自己的感觉 有自己的表达 这样唱起歌来啊 你会很爽啊 你会很爽 你会有一种真正啊 通过这个歌曲啊 来表达自己啊 来表达自己内心啊 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啊 甚至说我没有什么想法 也没有什么那个这个太多的感悟 但是就是我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啊 我喜欢这首歌曲啊 我单纯的喜欢唱它啊 那这首歌曲 如果我们调整到 正好符合我们自己的音色的时候 我们在唱的过程中啊 会是一种享受啊 会是一种享受啊 这个袁尼同学说 每个人声线不一样 确实啊 每个人的声线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我们可以根据声线啊 去选歌啊 当我们学到后期啊 我们武装自己很强大了 各种技巧啊 都有的时候 我们甚至可以啊 根据我们的声线啊 去唱这样不符合我们声线的歌曲 让它有符合我们声线的味道啊 味道啊 比如说我们这样说很多啊 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 也不想了 不想太多了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首大鱼啊 大鱼啊 就拿大鱼这首歌来举例啊 就来举例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 大鱼这首歌啊 相信同学们也都听了啊 周深老师整体啊 表现的啊 是这个 以假声啊 偏多啊 而且呢 整个很空灵啊 很悠扬啊 很委婉啊 这种音乐啊 属于是这种啊 大起大落 这种大线条的歌曲啊 他唱起来呢 可能是这样一个感觉啊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周深老师唱的那个版本 可能给人这样一个感觉啊 不知道同学们 感觉是不是这样的啊 博爱老师这个 粗略的模仿啊 感觉是不是这个 这个意思 可以理解老师这个意思的啊 给老师来 扣语博弈啊 扣语博弈在弹幕上啊 让老师知道啊 大家可以理解老师的意思 老师继续来往下 往下给大家示范啊 给大家示范 确实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 看同学们 还是可以理解的啊 还是可以理解的 好啊 那么我们既然用这种啊 空灵的悠扬的缓慢的这种语气啊 来唱过这个大鱼之后啊 给人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啊 就是我怕你离我远去啊 可能是这样一种感觉啊 对吧 我们念出来啊 像诗一样 我怕你离我远去啊 这样一个感觉 但是呢啊 但是啊 我们要讲的就是 我们完全可以用 另一种感觉啊 去唱这个大鱼啊 我们可以强势一点啊 这样的话 我们刚才那种唱法 可能像是一个这个 女生啊 对自己的爱人的一种挽留的这样感觉啊 我怕你离我远去啊 但是我们可以站在一个男生的角度啊 来强硬点唱啊 唱起来可以这样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这样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站站在一个啊 男生的角度啊 来演唱这首大鱼啊 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强势啊 我怕你离我远去 我想紧紧的抓住你啊 但是又怕你停留在原地啊 可以给人啊 我们可以运用技巧啊 使自己啊 变换不同的音色啊 变换不同的身份 同一首歌 我们可以唱出不同的感情啊 这个不知道同学们啊 理解没有 理解同学来扣一波二啊 扣一波二啊 觉得这个 珊珊学完这个模块 可以称霸KTV了啊 是的啊 我们这个灯火蓝山同学 还是非常棒的啊 这个 这个歌如果结合顿漫 其实是很深情的啊 是的 对啊 这个大鱼也是这个大鱼海棠啊 这个动画电影的一个主题曲 非常棒啊 看同学们都能理解老师的意思啊 所以呢 同学们啊 在课上啊 一定要这个跟老师 好好的这个沟通互动啊 我们积极的来学习啊 并且呢 这个我们会在练声和这个唱歌的时候 都会给大家这个连麦啊 今天是可以连麦的啊 今天可以连麦 我们待会跟大家连麦啊 具体的来做指导啊 这样呢 同学们把这个技巧掌握得更好啊 然后去练啊 就很好了啊 这个那怎么能不挤嗓子啊 唱出这种男生气息啊 我记得昨天小琪琪同学啊 提交那个作品啊 老师呢 也是给他点评的时候说到了啊 就是这个 我们唱一些女生的歌曲啊 这个不一定去刻意的去模仿 他的那种柔美的感觉 我们可以要一些这种男生的强势啊 男生的强势啊 那么今天呢 在我们练声环节啊 我们来给小琪琪同学连个麦吧 给小琪琪同学带着连个麦 我们老师来具体啊 指导你一下啊 就是找这种啊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这种感觉啊 其实就可以这个 以我们男生的身份啊 去唱一些女生的歌啊 就会给人 这个感觉就不会特别错位啊 不会特别错位 好啊 我们继续来说啊 马不停蹄啊 开始学习啊 首先呢 来看看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目录啊 第一点呢 我们要学习假声啊 肯定要知道这个假声的定义啊 还有一些这个发声原理啊 发声原理啊 当然呢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理论 理论环节啊 理论环节啊 我们讲的时候呢 同学们还是需要认真去听啊 有不懂得及时提问啊 然后呢 那就是我们假声啊 在歌曲中的作用 在这里呢 老师会给大家找了两首啊 这个假声运用比较多的歌曲啊 来大家听一下啊 我们歌曲里面啊 整段的运用这种假声啊 会给人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假声在歌曲中的具体运用啊 那么第三点呢 我们会配合恋声啊 配合我们今天的案例歌曲啊 来具体的来讲这个假声啊 假声啊 首先呢 还有一个就是课程回顾啊 课程回顾啊 那么这个课程回顾呢 就是我们上节课啊 所讲的一些东西啊 其实呢 这些东西啊 就是一些啊 理论性的东西啊 理论性的东西啊 这个给大家一个概念上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个回顾啊 没有必要占用大家 太多的时间啊 首先呢 就是我们流行歌曲的风格啊 第一啊 就是我们演唱风格啊 就是我们这个音乐剧啊 需要带一些表演 在舞台上展现的这种风格啊 第二呢 就是大众风格啊 就是早期我们这个 简单的说 就是早期我们这个华乐乐团啊 发唱片啊 发这个CD啊 这些歌手啊 算是我们大众风格啊 也是我们现在比较 这个市面上比较多的这种啊 这种爱情歌曲 啊 这个情歌的这个啊 开山的这种门派啊 就是他们这个这个这个 开始引领起来的潮流啊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网络风格啊 网络风格呢 就是一些这个在网络上发行的这个歌曲啊 也是比较早期就有啊 那现在呢 这个网络歌曲啊 也是这个比较多啊 第四种呢 就是民族风格啊 也就是把我们中国传统这些民族特色啊 去融入到我们流行歌曲啊 流行乐中去啊 现在呢 很多人愿意叫这种歌曲啊 叫做中国风的歌曲啊 其实呢 就属于我们民族风格啊 那么接下来就是流行唱法的风格啊 及常用技巧啊 那么我们唱的风格呢 有很多啊 有这个情歌 摇滚 民谣 中国风啊 这个念白事啊 这个情歌呢 大多数运用到就是真假声转换啊 摇滚呢 运用到啊 很多这种怒音啊 因为摇滚呢 在于发泄啊 它有一种这种发泄的感觉啊 民谣呢 想给人沧桑感啊 可能会运用一些烟嗓啊 烟嗓啊 那么中国风呢 我们会用流行的技巧啊 去模仿一些中国传统的戏曲啊 所以呢 会运用到烟音啊 和假声啊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念白事的唱法啊 比较有代表的呢 就是李宗盛老师 还有杨宗伟老师啊 他比较喜欢用一些气声啊 这个我们主歌部分用一些气声啊 这个副歌部分拿高音啊 拿这个烟音 啪啊 把那个亮点打出来啊 其实是拿这种深情的气声啊 配合这个明亮高亢的这种烟音啊 也是做一个强弱对比啊 也是做一个强弱对比 这就是我们上节课啊 主要给大家讲的一个内容啊 那么今天的第一点啊 假声的定义啊 及发声原理啊 首先呢 所谓假声啊 就是指我们在演唱的过程中 通过有意识的控制 而使我们的声带啊 发出来高于普通人正常音域的声音啊 大家也应该都发现了 我们这个唱假声啊 其实这个比较运用到的这个地方啊 都是音比较高的地方啊 比如说这个大鱼也是啊 怕你飞远去 到那个飞远去 再用这种假声啊 所以呢 假声啊 一般是可以比我们真声啊 要高一些啊 高一些 啊 也是这个 这种声音呢 比整个啊 声带发出来的真声啊 要弱啊 这种 怕你飞啊 飞 和飞远去啊 肯定这个一个是啊 弱一点 柔一点啊 一个是强一点啊 明亮一点啊 这是这样的一个对比啊 要比发出来的真声啊 要高 要弱 而且有一种啊 冰凉啊 这主要是 其实就是空灵的感觉啊 飞远去啊 这种感觉啊 这就是我们假声的一个定义啊 假声的定义 假声听起来啊 确实有点假的 假的感觉啊 确实是啊 那是因为你听习惯了 一鸣老师的这种啊 一鸣老师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啊 有一些歌曲啊 比较表达的比较强势啊 比较强势 所以呢 一鸣老师啊 这个个人喜好啊 个人喜好还是这个发真声比较多一些啊 尤其是这个在跟同学们互动的时候 同学们想要一鸣老师唱一些歌曲 或者一鸣老师做一些示范的时候啊 更多数啊 因为这个出于个人的喜好啊 有一些这个偏心的想法啊 还是喜欢用这个真声去表达啊 就是强势一点的这种感觉多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在听惯了一鸣老师用真声的时候啊 一鸣老师再用这种假声啊 就会给人感觉一种 好像跟平时唱的还是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啊 这种感觉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灯火阑珊同学 这个我们接着说啊 我们假声的发声原理啊 灯火阑珊同学说是的啊 好 我们接着来说我们假声的一个发声原理啊 假声呢 也有人叫啊 这个假音啊 假音啊 也是控制声带啊 来发出高于正常音域的这种声音啊 正常音域的这种声音啊 因为呢 我们在视学课上啊 或者在我们前面的基础课上啊 经济课上也给大家讲过一些这个发声原理啊 我们想要发声呢 还是两片声带啊 它闭合之后啊 气息吹动 它产生振动啊 它整体产生振动啊 来发声的啊 而我们假声呢 怎么发声呢 它闭合之后啊 可能只有它的前端啊 去振动啊 前端振动啊 它振动的这个面积小啊 它肯定振动的就快啊 它振动的快呢 我们这个音啊 它肯定就高啊 但是呢 它又没有整体啊 出来的那种厚重感啊 所以呢 我们声带的这个边缘振动啊 边缘振动 一般呢 叫做假声啊 假声 比如说我们这个啊 啊 它这种就是整个贴好啊 然后全面去振动啊 全面去振动 啊 两片声带啊 两片声带 整个去贴住啊 全面去振动啊 这样 齐齐吹动它 它去上下振动啊 这种上下振动 然后呢 我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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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发一些假声的时候啊 它就会 啊 两片声带 还是这样啊 它可能只是前端贴住啊 后面呢 就留一个口啊 然后呢 前端啊 上下振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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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声音呢 啊 往往这种声音听起来比较尖细啊 你啊 啊 这个声音很宽厚啊 像是这样一拳啊 打在这个打在这个身上的感觉啊 但是我们啊 啊 这种声音呢 就很尖很细啊 很薄啊 像一个点啊 扎过去啊 扎过去的这样一个感觉啊 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呢 这个音量啊 音量方面啊 肯定也是比真声要稍微小一些啊 小一些啊 但是大家听到的一些啊 比较完整的作品 可能经过一些麦克风啊 或者乱七八糟 这种后期的处理啊 使这个假声啊 也可以听起来很亮啊 很高啊 也是有可能的啊 但是呢 正常情况下啊 我们就是啊 这个假声还是要更加的间隙啊 更加的轻薄啊 给大家这种空灵一点的感觉啊 我们一再强调这个空灵这个词啊 其实呢 我们说啊 这个音乐啊 音乐上啊 这个想要突出啊 想要表达啊 想要这个有一些层次感啊 那么最最最常用的手段 就是一个对比啊 对比 他只有有对比啊 才能发现哪个强哪个弱 所以呢 我们真假声啊 也是这样配合啊 来进行对比啊 进行对比 来产生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假声啊 在歌曲中的运用啊 假声在歌曲中的运用 首先说啊 这个假声啊 大部分流行歌曲啊 流行歌手啊 还是喜欢用这个真声演唱啊 其实老师也说了啊 这个一鸣老师呢 也是很喜欢这种用真声啊 因为我们这个流行歌曲啊 毕竟嗯 这个他更体现一些这种 个人的这种特色啊 需要多一点啊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面对一首歌曲的时候啊 还是自己对这首歌曲的感受啊 是最为重要的啊 最为重要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呢 他可能这个生活经历不一样啊 他的这个情感经历不一样啊 生活中的种种的过往啊都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当看到一段文字的时候啊 尤其是像流行歌曲这种通俗易懂的文字啊 这个写的东西呢 又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东西啊 就算我们自己亲自啊 没有经历过 但是呢 我们身边的朋友啊 或者这个见证过啊 或者说是这个看过 听别人说过啊 都会有往往类似的事情啊 这种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跟这个歌词啊 你就会有一种共鸣感啊 你就会有点喜欢它 这个歌词 这个歌好像说的是在 说的是我啊 说的是我这个身边的人啊 你这个对他兴趣啊 一下子就提起来了啊 我们提起兴趣之后呢 提起兴趣之后啊 那么更多的啊 其实是更愿意表达我们自己啊 对这个歌的看法啊 或者说我们自己啊 在经历这种相似事情的时候 自己当时的一个情绪啊 也就是说很多歌曲 很多这个歌曲为什么 哎歌手一唱 有一种很抓心的感觉啊 怎么抓心呢 就是他的唱法啊 他唱的这个感情很到位 他这个感情啊 好像就是发生在你身上一样啊 就啪啊 就把你这个情绪啊 给勾出来啊 给勾出来 所以呢 这个一般啊 这个流行演唱中啊 这个尤其是这个男生啊 对于这个我们男生来讲啊 男生来讲 更多的啊 喜爱是用这个真声啊 真声啊 真声呢 也比较这个自然啊 比较亲切啊 也是比较贴近于我们的口语啊 我们也说了这个歌词通俗易懂啊 通俗易懂 还有呢 就是老师今天啊 给大家这个一天的啊 一天的时间啊 其实算上啊 昨天两天的时间 给大家点作业的过程中啊 就发现啊 这个好多同学啊 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流行歌曲啊 流行唱法啊 这个刚刚接触啊 刚刚接触啊 尤其是这个喜欢一些啊 这个老哥的同学啊 老哥的同学 特别喜欢起范啊 特别喜欢起范啊 特别特别的喜欢这种啊 起范啊 起范 但是我们其实唱这个流行歌曲啊 其实啊 情感空鸣啊 对的啊 灯火蓝山同学又说对了啊 这个 其实我们唱这个流行歌曲啊 还是这个自然啊 朴素一点啊 朴素一点啊 这个如果我们把大约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是不是感觉生硬啊 是不是一下就感觉 哎 没有距离感啊 你抓不到我的心 你抓不到我的心啊 你这个好像是在表演啊 这个这个 这种呢 就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 我坐在台下啊 静静的看你表演啊 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 但是呢 如果我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 我在这里啊 这样一种感觉唱出来呢 是不是感觉哎 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近了好多啊 一下近了好多啊 这就是我像一个朋友一样啊 我坐在你身边啊 跟你讲 我很动情的给你讲一个我们真实的故事啊 真实的故事啊 这个灯火蓝山同学说 其实唱歌也是情感表达啊 对的啊 我们尤其是流行歌曲啊 会更加注重于我们这一块啊 注重我们情感表达这一块 因为我们老师一开场就说啊 我们这个流行阶段啊 可能会减少一些这种 我们拿着谱啊 一句一句的去教大家啊 怎么样把这个旋律唱准 旋律唱对啊 这方面的内容啊 可能会减少啊 减少我们更多呢 是一句一句啊 带大家去体会我们歌曲的一个表达啊 一个感受啊 我们这种情感线条啊 怎样去表达才能够有 我老师刚才所说的 你一唱啊 有这种抓心的感觉 哎 把人一下啊 可以跟你共情啊 一下感觉 哎 这个唱到我心里了啊 唱到我心里了 是要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啊 老师怎么做到这么有力量 洪亮的啊 那么这个力量啊 力量和洪亮啊 其实呢 我们说白了啊 肯定是有一些技巧啊 一些技巧 其实在我们课程中呢 这个烟音啊 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训练大家的一些这种啊 声音的这种力量感啊 力量感 但是啊 最核心的啊 最核心的 还是我们的气息啊 气息啊 首先我们气息啊 一定是要啊 沉下来的 不管啊 其实不光是做这个力量啊 就是我们唱假声啊 怕你飞远去 这种假 飞 你听着他这个声音啊 好像是很薄啊 很薄 但是其实啊 也是有很强大的这个气息啊 在撑着的 如果没有气啊 唱假声啊 这个声音完全没法听了 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气啊 我们去唱假声啊 怕你飞远去 一定是这种感觉 怕你飞远去 又够啊 这个声音会更虚啊 本身呢 我们这个假声啊 它就薄啊 它就尖锐啊 它就虚 所以呢 我们要有一些更多的这种气息的东西 飞远去 让他听起来 实中有虚啊 虚中又有实啊 要做到这样一种感觉啊 这样一种感觉啊 我们接着扯回来啊 扯到我们这个假声在歌曲中的作用上啊 作用上啊 这个也是说到啊 这个真声啊 真声和假声啊 也是这个相辅相成啊 配合使用的比较多啊 这个由于我们纯假声的歌曲啊 其实是比较少的啊 比较少的啊 练习的呢 也是大多数就是啊 真声配合假声啊 也是可以是一段真声 一段假声啊 这种歌曲啊 还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大鱼 其实就是这样的啊 但是呢 这个当然最通常啊 最大多数的情况 就是在一句话中啊 有一些真假声的转换啊 转换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第一节课啊 第一节假声课啊 这个假声的门道 其实还是挺多的啊 我们也是给大家设置了两节课 一节课就是讲一下我们这个假声啊 假声 我们先把这个自己可以运用到的假声啊 去训练出来啊 训练出来 其实这个假声啊 老师这样直接唱啊 唱出来的是一个成品啊 其实属于是一个成品啊 因为我们也是这个通过了这个学习声乐的过程中啊 也是通过了不断的练习啊 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假声出来啊 如果没有经过练试的假声啊 很容易出现啊 老师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啊 怕你飞远去 飞远去 这个声音 一个你感觉自己也用到气了 飞远去 这个声音感觉就是不对啊 对吧 这个同学们能不能理解到老师的意思啊 这个对比能不能听出来啊 如果没有一些技巧的话啊 这个假声啊 你就不要说这个真假声转换啊 我们只说这个假声啊 可能你都做不到啊 老师可以说的这种 可以在歌曲里面运用到的假声啊 一定是 飞远去 怕你离我去 其实是的啊 我们因为歌唱的核心啊 最核心的一点啊 就是气息啊 气息是我们歌唱的一个原动力啊 原动力啊 这个我们声乐课啊 还是多给大家做一些这种对比啊 对比啊 这个因为老师来做一些这个示范对比啊 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啊 同学们能理解的啊 一定要及时的回应啊 如果有这个问题啊 这个如果有什么问题 如果会觉得听不出来啊 这个一定要及时的在弹幕中反馈啊 如果你听不出来 老师可以换一种方式 或者找一点更明显一点的这个比较方法啊 来给大家这个啊 举例对比啊 因为我们这个声音训练啊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啊 要训练自己的耳朵啊 我们要对这个声音啊 有一定的这个辨别能力啊 辨别能力 这样呢 我们在这个不光是这个向老师这个请教的过程中啊 向老师上课的过程中啊 我们自己练习中啊 也有一定的辨别能力 哎 知道我哪唱错了啊 哪唱对了啊 我哪是像啊 哪唱的呢 像老师示范的那个错的啊 哪唱的可以更贴近于老师示范的那个对的啊 这样呢 我们才能更高效的学习啊 所以呢 这个如果啊 但凡有不懂的同学啊 一定要及时提出来啊 老师最不怕大家提问啊 老师很欢迎同学们啊 提出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问题啊 自己的问题 啊 还是来接着说啊 接着来说啊 这个其实假声啊 我们怎么去做啊 我们这个假声啊 这个大多数啊 如果没有训练啊 很很明显啊 自己可能平时录啊 这个其实女生还好一点啊 因为女生的这个声线啊 它整体啊 还是这个啊 很好听 很轻薄啊 很轻盈的这种感觉啊 这个女生啊 做假声啊 还稍微好一点啊 还稍微好 好很 不是能说稍微好 还是好很多的啊 尤其是这个男生啊 去做一些假声啊 他特别特别容易做成 怕你飞 飞 我这个气也够了 飞 甚至大家通过这个麦克风 都能听见啊 我这个气很冲的啊 飞 对这个声音 好像跟老师发出来的不一样啊 老师发的 飞 曲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一个很重要的技巧了 很重要的一个技巧 就是我们的哼鸣 哼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我们在这个假声中啊 一定要运用到哼鸣啊 哼鸣 就是我们先去哼这个音啊 怕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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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 我们有这个哼鸣的这个集中的点在里面啊 我们这个假声啊 哎 他就能出来效果了啊 出来效果了啊 同学们能不能听 能不能听出来 能不能听出来啊 我们飞 飞 啊 这个声音很散啊 而且呢 很虚啊 过于虚啊 但是我们把它加入哼啊 这一点呢 啊 就可以运用到我们假声了啊 运用到我们假声 我们待会呢 也会带大家练一些这种哼鸣的东西啊 哼鸣的东西 啊 这是我们今天啊 要讲的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拿哼鸣啊 去带这个假声啊 才能够有流行歌曲中啊 可以运用到的啊 假声啊 假声啊 那么就是后面 我们假声啊 在歌曲中的作用啊 我们讲了这么多理论上的东西啊 讲这么多理论上的东西 我们来看两个这个歌曲的MV啊 他这个歌曲中 就是大面积的啊 运用到了这个假声的技巧啊 假声的技巧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MV啊 先来看一下MV 第一首呢 就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啊 叫做雨下一整晚啊 雨下一整晚 我们先来听一下啊 大家可以听一下 感受一下 如果我们这个唱段中啊 假声比较多啊 给人是一个什么感觉啊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来听一下 后面的后面啊 肯定是有练声的啊 我们这个看完这两个啊 就该练声了啊 就该练声了 啊 还没有声音吗 啊 刚才不是调整好了 有声音吗 咱们现在又没有 又没有声音了吗 啊 这个 音频听起来没有声音吗 我们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这个声音有吗 有点小是吗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啊 耽误同学们 一分钟的时间啊 一分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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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个不行啊 今天这个音频还是有问题啊 老师电脑里面是有声音的啊 电脑里面是有声音的啊 那么我们就啊 这个不看了啊 正好啊 我们更多的时间啊 待会儿留给同学们 连麦啊 连麦这个练声连麦啊 那更好啊 更好 那我们这个给同学们 简单介绍一下这两首歌曲啊 老师也是找到的这个 这个歌曲中啊 运用假声比较多的歌曲啊 一首歌曲叫 雨下一整晚啊 是这个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啊 那么第二首歌曲呢 当然老师刚才就是给大家找了一个啊 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大鱼的一个 MV的这个带动画的这个视频啊 视频 那么今天既然看不了呢 那老师就给大家把这个两个原版视频啊 给大家发送到群里面啊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群里面看一下啊 老师课后呢给大家啊 发到群里面啊 把这两首歌曲啊 发到群里面 不知道同学们可以吗 可不可以呢 我们正好啊 这个可以给 我们可以给大家啊 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时间用来连迈和练声啊 连迈和练声啊 我们还是简单说一下 这个在歌曲中的作用啊 假设呢 作为一种修饰的声音的方法啊 一定要产生一种柔和啊 细腻啊 或者神秘 或者略带这种缥缈的这种艺术效果啊 一定不能有太多的这种裂痕啊 或者说是散掉啊 完全散掉的这种声音啊 就是比如老师刚才说的 比如说啊 这个飞飞远去 这样是不对的啊 一定是这种啊 要柔和飞远去 这种有一个心在啊 但是这个它又不会很飞啊 又不像这种很直白啊 很直白 并且呢 这个真假声转换中啊 其实还是要顺畅一些啊 顺畅一些啊 这个具体呢 我们放在下节课啊 下节课 这个真假很转啊 怕你飞 不能 怕你飞 啊 这明显两个声音出来了啊 就给人一种啊 断层的感觉啊 这是不可以的啊 这是不可以的 好的啊 这个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歌曲中的运用啊 正好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在链声啊 我们把这个歌曲中运用的 给大家准备的这两个视频啊 待会上完课啊 老师给大家发到群里面啊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啊 来听一下这种歌曲 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啊 好 那么现在就到了我们的这个练声环节啊 练声环节 老师呢 来带着大家来练一练声啊 练一练声 首先啊 老师说了啊 我们第一点啊 这个哼鸣要做的第一点啊 当然就是这个啊 气息啊 气息啊 还是这个不管是唱什么也好 真声假声哼鸣也好啊 一定要有气息啊 一定要有气息 所以呢 我们先啊 还是来练一练啊 这个对我们气息有帮助的一些东西啊 简单练几条就可以啊 我们简单来练一下我们的打都啊 打都啊 其实这个对气息啊 就是我们的纯产音啊 纯产音 同学们应该还记得吧啊 这个啊 这样我们先来活动活动啊 活动活动我们身体 活动活动我们气息啊 来跟着老师一起啊 跟着老师一起啊 我们做一些这种打都啊 打都啊 老师呢 打一遍啊 同学们可以跟着老师来一遍 或者老师这个打一遍啊 示范一遍 然后呢 同学们跟着这个琴啊 来一遍 来一遍啊 嗯 我跟着这边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简单的这个先活动一下我们器械练这么三条打度 练这么三条打度就可以了 这个同学们可不可以跟上 可不可以跟上 跟上了给老师扣个1 扣个1 我们这个打度简单的练一下就可以了 活动一下 活动一下 让我们这个面部放松一些 让这个找一找这个器械的感觉 等会儿那些同学说我还是不太打得响 不太打得响 那么待会儿我们连麦来调整一下 把我们的问题都调整 看大多数同学可以跟上 可以跟上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亨鸣 就是一个来哼 来哼 并且这个哼鸣还是要注意一些 我们哼的过程中 一定不能哼的一张嘴 这个啊就出来了 所以哼鸣一定要避开我们嗓子 嗓子一定不能有痒的这种感觉 不能有痒的这种感觉 并且针对于我们假声的这种哼鸣啊 大家需要练的东西啊 其实这个在私下要练的东西啊 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啊 比较多的啊 比较多的 就我们假声的这种哼鸣啊 需要我们更加的去集中一点啊 更加集中一点啊 尤其是集中一下我们鼻烟枪啊 鼻后跟的这个位置啊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我们鼻后跟的这个位置啊 或者同学们啊 有没有看过那种啊 这个国外的这种电视剧啊 或者说是这个动画啊 他们那种啊 女生撒娇那种感觉 更多的去找一下这种感觉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啊 经典的这种老板的西游记里面啊 这个这个6月卢成羚他是演的那个 孙悟空啊 经常爱出这种声音啊 嗯嗯嗯嗯啊 找一下这种声音 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我们 运用我们鼻烟枪 就是鼻后根 那一点点的位置 那一点 把那个声音集中到那一点去 我们可以先找 这个声音明显了 它靠前 这个我们运用鼻子哼 这个哼的过程中 我们往回吸 找这种感觉 找这种感觉 现在可以同学们 找一下 找一下 然后跟着老师一起 我们来练一下这个哼鸣 练一下这个哼鸣 还是老师弹着试饭一遍 第二遍老师就不试饭了 大家跟着琴声来一遍 po auch 车 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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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可以在高点吗 可以我们是从低往高练的 这个同音不要勉强 这个如果低的时候感觉低呢 我们可以这个先等一等 等到练到上面的时候 练到这个合适自己的音域 再去跟进来就可以 因为我们要照顾到大多数人 所以练的这个音比较多 这个具体的呢 我们如果到个人的问题 我们可以待会连迈的时候 给大家一一的解决 我们现在还是从高往低 慢慢的这样来练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 responses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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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音已经很高了 这个觉得高的同学啊 其实没有必要勉强自己啊 不用太去够 不用 这卡住了啊 卡住了啊 不要去卡啊 不要去卡啊 还是这个放松一点啊 把我们喉咙放松啊 喉咙放松 一定喉咙不能感觉到挤啊 不能感觉到痒啊 不能感觉到用力啊 能哼到的同学啊 可以我们再哼几个音啊 再哼几个音啊 这个觉得有点高的同学啊 可以稍微卸一下啊 稍微卸一下啊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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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哼鸣训练 哼鸣训练 有没有同学能跟到这个音的 能跟到这个音的话 我们可以再往上拔一拔 有没有同学可以跟到这个音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能跟到这个音的 能跟到这个音的 扣一波一 能这个或者跟不到这个音的 这个 行客乐眉同学还可以跟到这个音 这个哼完头有点小晕 那证明你就哼对了 那证明我们运用到我们气息 只要我们这个嗓子 它首先它不发痒 它不发紧 不发紧 这个很多同学还可以跟到这个音 那么我们继续 继续再哼几个 再哼几个 还可以再往上再走几个音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实上面的高音还是为了照顾一下我们这些女生 因为女生的音还是比较高 其实这个音很高了 这个音已经到我们嗨C了 这个已经到嗨C了 男生跟不上 很正常 我们男生没有必要太去发力 去找这个音 我们还是要慢慢的 先把我们这个最适合我们的这个 老师能否哼一下高音的女生 高音的女生 这个哼一下高音的女生 也可以 可以我们再继续来两个音 我们再继续来两个音 这个其实已经到嗨D了 嗨D了 这个女生可以达到这里 已经是也很不错了 也很不错了 如果想要再高的话 再高的话 来进行这样的哼 也可以继续再 可以继续再跟一个 其实这个音 如果对于我们男生来说 其实已经是比较极限的音了 比较极限的音了 这个女生的话 其实女生的音调 其实可以按我们男生的一个高八度去走 这样都是一个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按照这样整体 老师的调来哼下来的话 能到这儿的 这个已经是降异了 也是非常高了 我们在大多数歌曲中 不管是男生女生 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音域 其实也是够用了 也是够用了 好的 这个我们哼鸣练完之后 哼鸣练完之后 紧接着 紧接着就是我们这种 假声的一个训练了 假声的一个训练 我已经在用假声了 是啊 这个我们其实 这个没有必要太去 这个出这个声 出这个声 因为这个音 可以说很多歌曲也用不到 用不到 并且我们哼鸣 只是这个练习的一部分 练习的一个部分 尤其越到高音 我们这个点 鼻后跟这个点 越要集中 越要集中 比如说这个 一定是一个很小的点 这个声音一定不能散 如果是 只要你这个声音一散 你一定上不去 不光上不去 一定第一时间 会卡在嗓子上 这个时候 只要一蹭嗓子 如果我们哼鸣中 一蹭嗓子 嗓子 就这样做一个错误示范 都会感觉到特别的痒 我们哼鸣中 只要一蹭嗓子 这个嗓子一定会特别的痒 所以这个同学们 一步一步一步来 不能着急 不能着急 这个哼鸣中 只要感觉到我们嗓子痒 嗓子痒 或者感觉到它紧 一定要停下来 停下来 我们恢复一下 再去继续做 再去继续做 那么好了 我们这个哼鸣 既然讲完臭 我们现在就要到一个假声的练习了 一个假声的练习 假声我们还是从一个相对来说 稍微高一点点的音 高一点的音开始练 记住我们刚才那个哼鸣 唱的就是 我们先要去哼它 哼到 或者我们哼鸣比较好转换的一个母音 我们可以唱一个妈妈的妈 妈妈的妈 轻一点 跟这个哼 这个假音出来 这个假音出来 同学们试一下 试一下 我们先哼住这个音 一定不能做成 这个就不太对了 这个就不太对了 所以我们还是先哼住 这个低音可以转回真声 因为这个比较低 轻一点 而且这个 同学们 这个我们高阶课 也没有过多的强大气息 但是一定要保持好 保持好 这个隔膜的力量 我们后腰的力量 还是要给到 给到 我们这个气息 还是要充足 充足 我们继续 这种感觉 找这种感觉 就是从我们这个哼鸣 让这个声音轻轻的出来 轻轻的出来 伴随着气息 然后用气息推动它 把这个声音稍微变得大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继续 轻轻的 轻轻的 一定不能发力 我们假声只要易发力 尤其想要运用到歌曲里面 假声了 这个哼鸣点哼住了 一下就出来真声了 一下就出来 这个声音就出来了 这个声音就出来了 所以呢 还是这个 轻一点 其实这个很考验我们气息 很考验气息 这个欢声点啊 这种哼鸣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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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做到这里呢 我们做这个 看看有多少同学啊 可以这个 做到老师所说的这样啊 我们通过哼鸣啊 把这个假声啊 让他这个 这个假声的这个共鸣点啊 能练出来啊 这个把这个假声的质感啊 能出来啊 能通过这个共鸣啊 把这个假声 就通过这个哼鸣啊 把这个假声啊 给唱出来啊 可以跟着老师唱出来的 来扣一波一啊 扣一波一 感觉哼鸣还好啊 假声有点小难啊 那你是这个感觉 哪里做不到呢 我们再练几个音啊 可以给同学们 来开这个连麦了啊 再做几个音 就可以给同学们 开连麦了啊 再来 再来 能做到的啊 继续跟着老师 往上再来试几个假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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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男生来说 讲声也很高了 我们这个女生可以跟王世纪来练 Zither Harp 发现大飞老师在查岗听课 大飞老师可能也是在学流行 在这个偷学 偷学大飞老师也不说话 来大飞老师说个话 其实我们到这里 到这里 有没有女生可以跟老师跟到这个音的 这个音其实已经很高了 这个音到海海浦了 这个来大飞老师说个话 大飞老师 大飞老师来听课 也不说个话 这个不好 不好 可以跟到这儿吗 跟到这儿我们这个假声 已经很高了 很高了 这个 这个很高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歌曲 肯定也都是能唱的 能唱的 好 这个我们今天 这个假声 假声 大家也知道了 这个假声的原理 假声呢 怎样去唱 怎样去唱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到了 同学们最喜欢的 我们的连麦环节 连麦环节 我们就可以这个来连麦了 同学们 点了这个连麦啊 同学们就可以点这个连麦啊 我们想连麦同学啊 可以连麦了啊 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来啊 一个一个来 哎 怎么有回应呢 同学 哈喽 哈喽 我们的知足常乐同学啊 那么老师刚才练的这个假声啊 能否跟上呢 嗯 刚才这个老师练的过程中啊 感觉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可以这个 来提出来啊 我们看看哪些同学 有同样的问题啊 我们可以先来 先来回答一些问题啊 再来试一下这个练声啊 同学有什么这个问题吗 或者还是想这个 我们直接 啊 声带不发声嘛 啊 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啊 来听一下 找一个这个音啊 同学 可以来跟着唱一下吗 啊 这个声音呢 还是这个偏于真声啊 偏于真声啊 就是这个 嗯 啊 啊 啊 你唱着呢 就有点感觉 嗯 啊 这个真声太多了 真声太多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 啊 这 还是真声比较多啊 可能这个我们女生啊 这个声音比较高啊 我们试一些高一点的音啊 稍微再高一点啊 稍微再高一点啊 高一点试一下 看这个能不能做出假声啊 这个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啊 但是这个啊 由于我们这个啊 相对来说女生啊 女生的这个真假声区分啊 并没有特别的像男生一样明显啊 并没有特别像男生一样明显 所以呢 这个我们女生的这个假声啊 还是要再让他啊 稍微再弱一点啊 只要我们这个声音啊 再弱一点啊 其实他就对了 我们这个力量啊 这个喉咙里面给的力量啊 还是太多了 我们唱起来有点这种 有点这种 这种这种喊的感觉了啊 同学能不能理解老师的意思呢 啊可以吧 就是我们让这个嗓子啊 可以再放松一点啊 放松一点 我们让哼的时候啊 也是同时这个嗓子放松啊 首先我们哼的时候啊 就有点用力了啊 同学我们单独来哼一下这个音啊 单独来哼一下 来哼一下 哼一下来 这个哼 好啊 好的啊 这个哼的时候啊 哼的时候还是要轻一点啊 我们这个哼就有点用力了 我们有点 这个很刻意啊 很刻意 我们把这个哼啊 稍微再轻一点试一下啊 找一下这个鼻后跟啊 往回吸啊 我们从刚才那个 找这种 吸 找一点这种吸的感觉啊 看看能不能让它再轻一点啊 稍微轻一点啊 再试一下啊 这个会好一点啊 这个会好一点啊 这个声音呢 它会好一点啊 好一点 我们再试一下啊 好一点啊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轻一点啊 再轻一点 我们再来试一遍这个假声啊 找到这种啊 还是让我们这个喉咙啊 放松一点啊 放松一点啊 没有必要太刻意 不要这个声音啊 松掉它 松掉它啊 这个哪怕我们哼不上去啊 我们先轻一点 这个感觉能不能找一下啊 这个呢 可以比我们刚刚上麦的时候啊 稍微好一点啊 比我们刚刚连上的时候啊 也是这个稍微啊 稍微好了一点啊 稍微好了一点 但是呢 其实我们这个还可以再让它轻一点啊 轻一点 我们把这个音量啊 音量控制的不要太大 不要直接 这个声音就出来了啊 能不能理解老师的意思呢 我们再试一下 就我们把声音 我们就小一点声啊 小一点声啊 哪怕我们这个音破掉啊 或者这个音出不来声啊 都没有问题啊 首先我们把这个声音压小啊 声音压小啊 不要让这个声音 太过多的去给出来啊 不要太过多的 这就出来了啊 我们把这个声音压小 就轻一点啊 说悄悄话的那种感觉啊 找一下这种感觉啊 找一下这种感觉 哎 你看我们 我们现在啊 我们现在这个假声啊 它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啊 其实我们假声呢 就是这样的啊 我们只能轻轻的给一点啊 当然同时啊 要记住啊 有一点很重要啊 就是这个气息啊 气息要跟上啊 气息要跟上啊 就是我们气息跟上之后啊 这个假声啊 其实假声很费力的啊 如果气息跟不上啊 这个假声啊 要不然它就是这个声音不好听啊 要不然它根本就唱不了啊 唱不了 所以呢 我们要气息跟上啊 这个喉咙放松啊 喉咙放松 就像我刚才那样 说悄悄话的啊 再来一下啊 再来一下 试一下 好啊 那同学自己有没有一些感受啊 有没有一些感受啊 我觉得现在啊 是比我们刚刚上麦的时候 那个 对对对对对 我们刚才啊 前面讲这些理论的时候啊 也给大家讲到了啊 也给大家讲到了 我们这个假声啊 相对于真声来说啊 就是更薄啊 更轻啊 更尖锐啊 就是轻一点啊 找一下 就是我们说悄悄话的这种感觉啊 我相信同学现在应该找到一点 就是我们这种练习的一个门道了吧 好好好 可以再试一下啊 可以再试一下 甚至我们可以再高一点试一下啊 这个音啊 哎不不不 不不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啊 你看我们这个起音啊 起音就是违背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原则啊 起音我们说了啊 我们就是还是让他 像敲敲话一样啊 我们不要非得把这个音啊 你觉得唱的要多大啊 多多多强啊 多强啊 我们要把这个音啊 让他弱下来啊 我们现在一定不是这个概念里面啊 一定不是这个音啊 要唱强啊 唱清楚啊 我们概念里面就是要这个音啊 弱下来啊 弱下来 在我们流行演唱中啊 这个假声和真声的配合啊 就是一个强弱强弱啊 这样一个对比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让他弱下来啊 弱下来啊 弱下来 那么我们还是刚才那个音吧 刚才那个音 找拆拆话那种感觉啊 弱一点啊 来 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还是不如我们这个 讲之前啊 这个这个这个 刚才 其实刚才我们啊 说说很好的那一遍啊 是非常好的啊 非常好的 我们一定要啊 不能让这个 我们先啊 我们小点声 小点声说话可以吗 妈 我们这样说一下 妈妈妈 妈妈 妈妈 你看 你看 你看啊 同学我们说 我们让小一点声啊 你还是 妈妈妈 还是这种声音啊 我们就 我们就悄悄话啊 悄悄话来 来说一下这个妈妈啊 轻一点啊 就是这种 妈妈 妈妈啊 这种感觉能不能出来呢 不是 不是 我们现在不唱了啊 不唱了啊 不唱了 我们要以说话这种形式啊 来代替我们练声啊 我们悄悄话啊 来说这个 妈妈 妈妈 啊 找一下 啊 对对对 再轻一点 哎 不要 不要这个 妈妈啊 不是不是这个啊 不是这个 我们要 妈妈 妈妈 轻一点 妈妈 把声音再压小 再压小 妈妈 你看 你看 老师现在这边 听到你的声音 还是 妈妈 妈妈 就是我们找这个 说悄悄话的感觉啊 妈妈 妈妈 啊 对 再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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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一点 弱一点 一点点声音 我们甚至可以 你可以理解为不发声啊 不发声 我们就是要这种感觉轻轻的啊 要这个啊 上嘴唇碰下嘴唇啊 这晚上说悄悄话 妈妈 妈妈 啊 找一下这种感觉就可以啊 我们先找到这种感觉 哎 对这个好一点 然后 妈妈 妈妈妈 哎 这个声音就很对了啊 我们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是我们练习假声的一个方式啊 妈妈妈啊 一定是这种轻的薄的声音先出来啊 一定不能是妈妈妈 这就已经跟真声啊 一样了啊 而且甚至更刻意更用力啊 好的啊 这个我们知足常乐同学啊 我相信啊 这个我们通过啊 这个一个几分钟的连买啊 你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啊 找到一些就是老师说的啊 这种啊 这个自己啊 自己去这个练习的一些方法啊 练习的一些方法 就是在我们平时私下啊 要轻一点啊 柔一点啊 这种感觉啊 可以找到吗 啊 可以找到的话 我们看看这个其他同学好吗 好嘞好嘞 哎 不客气啊 这个我们可以多加练习啊 找一下这个说悄悄话的感觉啊 好的 拜拜 来 啊 我们下一个啊 顺序来啊 哈喽 哈喽 我们的异想天开同学 同学好啊 啊 这个啊 这个同学们也都在听啊 刚才跟这个 跟这个这个这个同学连迈的时候啊 这个其他同学听到啊 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啊 有什么想法 也可以发送在我们这个弹幕上啊 这个 哈喽 我们一讲天开同学啊 这个老师今天讲的这个假声的部分啊 这个有什么样的感想啊 感悟 想练一下 啊 想练一下是吗 那刚才老师这个 带着大家一起练声的时候 自己可以做到这种假声吗 啊 好嘞好嘞 我们试一下啊 还是刚才那个就可以啊 我们女生啊 还是比较高 还是刚才那个音啊 还是找这个哼啊 哎 这个声音还是很对的啊 很对的啊 这个 这个刚才这个 刚才同学的问题啊 你这个没有太多啊 你没有太多这种 太过用力的这种 去挤啊 你这个其实还是很轻的啊 就是 但是啊 我们也有一定的问题啊 问题在哪啊 问题在哪 就是我们这个声音啊 会给人什么感觉啊 你唱起来可能是这样啊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我要求的这个感觉啊 可不可以听出这两者的区别 这个会好一点啊 这个异响天亮同学啊 这个领悟力非常非常的强啊 非常强啊 这样会好一点啊 这个点 这个根源在哪里呢 根源就在于啊 我们这个哼鸣的这个点啊 是否够不够集中啊 如果我们拿这个鼻子啊 我们说这个鼻炎腔很重要啊 拿鼻子前端去哼啊 就很容易出现啊 你第一次的那个效果啊 这个声音 但对对对对 我们把这个哼鸣的点啊 往我们鼻后跟去吸啊 嗯嗯嗯妈啊 来再试一下这个音 啊很好啊 这个异响天亮同学这个 流力真的非常棒啊 非常棒啊 超出老师的这个预期啊 我们这样一说就通了啊 一说就通了啊 是这样一个道理啊 是这样一个道理 我们只要这个唱 对对对唱假声的时候啊 把这个哼鸣的点啊 让它往后拉 并且让这个点更加的集中 更加的小 就非常棒 我们再来试一个 再来试一个 很好 你这个假声练的非常棒 我们就照这种方法去练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在哪 现在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能蹭嗓子的地方 还是有点多 我们还是让它喉咙更加放松 因为我们也是跟刚才那位同学 还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 就是我们太想把这个声音表现出来了 我们在初期练习的时候 就是轻一点 轻一点 没有必要让这个声音 虽然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点 也可以把这个假声发出来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发成这种 你能理解我意思吗 对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发成 很大啊 我们小一点 尽量让它去轻一点 因为它在歌曲中啊 就是这个跟真声有一个强弱弱的对比 如果我们把它发成 这跟真声可能对比度啊 就不会有那么高了啊 就不会有那么高了啊 好的啊 这个同学可以可以理解老师的意思吧 啊 这个一项天开同学 非常棒啊 非常棒 那么我们可以可以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然后我们看一下其他同学的问题啊 我们想看天开同学啊 这个领悟力非常强啊 我们一点就通了啊 再试一下啊 稍微轻一点啊 来走 很好啊 很好 可以听出来啊 听出来 我们有刻意啊 控制这个音量啊 控制这个音量啊 当然啊 还可以啊 再把它轻一点啊 再把它轻一点 不要给太多刻意的力量啊 我们也还是从说话开始啊 我们自己去下面练的时候啊 找这种悄悄话的感觉啊 妈妈妈妈妈 然后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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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同学你好 好的好的 我们挨个挨个都连几个 多连几个尽可能多连几个 这个OK 那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假声练齐 还是我们不要过多耽误时间 先说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自己对这个我们刚才练习中 OKOK 我们还是这个女生刚才那个音来可以吗 我们来试一下 找一下这个音 来走 还是我们同学一个同意的问题 就是这个声音太大了 声音太大了 这个声音太强了 太强了 还是弱一点 还是弱一点 刚才老师给前面两位同学指导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 听到了吧 就是我们也是这个问题很相似 问题很相似 就是这个声音太强了 太强了 对对对对比 对对对对对 这个声音啊 这个声音条件啊 这个很不错啊 这个我们本身啊 这个声音很集中啊 很脆啊 所以呢 我们直接啊 找这个说话的感觉啊 悄悄话的感觉 妈妈妈妈啊 找一下这个感觉 还是还是太强了 还是还是太实了啊 还是太实了 你这个声音是妈妈妈妈啊 我们要妈妈妈妈妈啊 这种能不能找一下 哎对 这个好一点 这个好一点啊 我们找这个妈妈 嗯嗯嗯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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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这个音啊 嗯妈妈啊 就刚才那个妈妈 嗯妈妈啊 下来就可以啊 试一下 这个还是我们一起音啊 一起音就回到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真声里去了啊 一起音就回到这个 妈啊里面去了啊 我们还是 我们这个可以脱离开这个音阶啊 脱离开这个音阶 我们就从说话中找啊 因为我们说了啊 这个流行歌曲啊 什么呢 第一个特点啊 就是它同俗易懂啊 特别像我们说话 对吧 所以我们就从说话中找啊 说话中找 就像刚才那个 找那个妈妈妈妈妈妈 哎对对对对 然后嗯嗯嗯嗯 妈 对对对对对 这个感觉很对 对对对对 这个感觉很对 一定不要刻意的 找到这个感觉之后啊 一定不要刻意的 给这个喉咙发力啊 如果我们想让它这个声音 稍微大一点 怎么办呢 给气啊 妈妈妈 而不是妈 只要我们喉咙一给力啊 对于女生来说 立马就变成这个真声了啊 立马就变成真声了 我们再试一下啊 这个 你看你看 这个立马啊 它就会变成真声了啊 立马就像妈 你这个声音就出来了 对吧 是这样一个感 哎这样好一点啊 这样好一点 这样我们还是啊 对于我们初期啊 还是先找这个 假声的感觉啊 找这个感觉啊 找到之后啊 再去这个具体 具体的跟音阶练习啊 还是找这个妈妈 嗯嗯 妈 亲一点 对很好 妈妈 啊 好一点 啊好一点好一点 这不要再往大扩了啊 不要再往大扩了 这已经是我们假声啊 可以运用到极限了啊 你说 嗯 这个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找到了这种感觉了啊 找到这种感觉 跟耳机的这个影响其实不大啊 就是我们 我们要记住一点啊 就是首先我们这个起音的时候啊 同学针对于你的这个这个问题啊 我们要记住两点啊 第一点啊 就是起音的时候啊 一定要轻 对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啊 在这个想要把它加大的时候啊 一定不能给力啊 一定不能给力啊 一定不能有任何的外加动作去给它的力量啊 就是让它轻一点 薄一点 有一个假声飘着就可以了 啊 OK吗 哎 对这个好一点啊 这个好一点 妈 这样好一点 这样好一点 对 这个相比于刚才又有一点加力了啊 又有一点加这种喉咙的力量了啊 我们还是从这个说话啊 我们其实不用刻意很着急的去唱啊 还是从这个说话 妈妈妈 嗯嗯 妈妈 这样去一步一步的找 对对对对对啊 对这样的这个感觉啊 非常好啊 非常好啊 那么怎么样 同学们啊 同学这个可以领悟到老师的意思吗 啊 也不是说自己方法都是错的啊 就是我们 我们还是这个要不断的磨合啊 我们声乐是一个慢功出细活的动作啊 这个因为现在有这个连麦功能啊 也是非常好 老师可以挨个来看啊 给大家一点点这种啊 这就有针对性一点的这种意见啊 就会给大家这个练习的目标啊 会很明确啊 好的好的 我们来看看其他同学啊 好 好 我们来看一看啊 来看一看 我们按顺序来啊 顺序来 哈喽 灯火蓝山同学 哎 灯火蓝山同学 你好 怎么样 我们说的这个假声的部分啊 通过老师讲 还有这个 自己练一下 感觉还好 是吧 我们稍微试一下 好吗 好 就是我们找一个男生点啊 这样能找到吗 来 走 这个音的话啊 这个弱啊 这个柔啊 是够了 柔是够了 但是这个声音的集中点啊 差一点 啊 这个可能声明啊 做的不是太好啊 我们再来试一下啊 我们先哼啊 哼住它 你这个哼的还是太太靠前了 太靠这个 太靠前笔音了 你这个哼明的 嗯 嗯 啊 我们只要前笔音哼啊 一张嘴肯定是真声啊 嗯 妈 啊 肯定这个声音就出来了 嗯 妈 啊 你就出不来这个 嗯 妈 找一下 找一下这个哼明 先哼 哎 好一点 妈 妈 找一下 找一下 再来一下 哎 这个好一点啊 这个好一点啊 这个好一点 这个声音好一点 我们要记住这种感觉啊 记住这种感觉 当我们这个找不到这种假声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刚才给女生啊 教的这种用法啊 针对于我们男生也是通用的啊 通用 我们还是啊 找这种说强强话的感觉啊 妈妈 妈妈 对 嗯 嗯 嗯 这个哼 哼太实践了啊 有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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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个啊 嗯 一点点啊 一点点 就一点点 试一下 对对对 嗯 妈 妈 再轻一点 妈 妈 你看我们把这个声音一放出来 他就给力了啊 就一声 嗯 我们刚才做对了啊 刚才做的 妈妈妈 声音又放出来了 啊 或者我们再高一点啊 再高一点 妈 这个假声 还是又给出力量啊 给出力量啊 那同学你跟这个刚才的同学啊 还是比较相似的啊 我们也是从这个说话中啊 从悄悄话中找啊 嗯 妈妈 妈妈 对对对对对 就我们轻一点啊 不要刻意 不要刻意让这个声音啊 我们觉得找到一点了 就想让这个声音放大啊 先不要放大它 我们要把这个状态稳定下来啊 稳定下来 妈 妈妈 妈妈 嗯 妈 你看你看 这个刚才 刚才找的很好的状态又没有了 又一哼 妈妈 又出来了 对吧 嗯 那我们就再高一点啊 我们找 总有我们 这个对于男生来说啊 我们其实从高啊 往低一点啊 好一点啊 我们再高一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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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还是这个 你这个音高不够啊 音高不够啊 这个听准 听准一点啊 我们听准一点这个音 妈 妈 妈 这个 这个 你不要不要刻意去够啊 不要去刻意够啊 我觉得还是就是 我们一点点啊 在底下用这个 说话的这种感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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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 还是这个太重了 还我们 我们现在 现在 我 我 我模仿一下你啊 模仿一下你 你现在是这样的啊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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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把我们这个声音变小了啊 而且把这个声音变得夹起来了啊 我们从 妈妈 妈妈 你现在是这样 妈妈 但是呢 我们要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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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轻一点 妈 妈 好一点啊 这一边声音好一点啊 这一边我们给到的这个声音好一点啊 好一点 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啊 去一点一点去打磨我们的这个假声啊 去打磨我们的假声 好的啊 那么我们可以再连一个好吗 我们看看其他同学 OK啊 OK 我们看看其他同学啊 再来一个啊 哈喽 张晓鱼同学 啊 是的啊 这个由于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啊 我们快一点啊 这个 这个连完卖啊 我们还有这个歌还没教呢啊 歌还没教呢 哈哈 我们稍微快一点啊 试一下啊 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啊 我们这个找一个 还这个音啊 好啊 OK啊 这个我们这个这个这个张晓鱼同学啊 张晓鱼同学啊 也是啊 同样啊 这个音色很棒啊 音色很棒啊 我们整体这个声音的这个集中点啊 集中点可以啊 也是啊 这个容易给力啊 容易给力啊 可以听出来啊 由于我们这种音色的一个特点啊 就是可能我们平时唱的音啊 也比较高 对吧 对吧 我们平时唱的音比较高啊 所以呢 我们唱这种音的时候啊 更容易去给啊 给我们自然本身的一个肌肉机能啊 也是啊 同样我们让它轻一点啊 轻一点 去找一下 来 来 诶 很棒啊 很棒啊 这个声音是对的啊 这个声音是对的啊 这个声音完全没有问题啊 我们再往上走一个音试一下好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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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音 这个起音起的还可以啊 起音起的起的不错啊 起音 这个是对的 然后这往下走的时候啊 你这个嗓子里面给了一个力量 就卡到这了 对对对 嗓子给到这个力量啊 就所以就 就卡到嗓子上了啊 我们要保持这个声音的统一啊 一般我们嗓子给力啊 就是这个 啊 存在一个问题啊 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你所说的啊 我们这个气息啊 气息差点力量啊 如果我们这个气息给上啊 他嗓子就不会给力啊 这个 所以呢 这个同学下去啊 还是要多做这个气息的训练啊 这个只要气息到位啊 才能把这个假声给撑下来啊 如果我们这个气息一断啊 他立马啊 就回到我们这个嗓子啊 本身的这个 这个这个力量啊 这个力量啊 你这个 你这个通过今天的这个假声学习啊 这个假声啊 唱的还是这个 比较好的啊 比较好的啊 就是整体这个假声感觉是对的啊 就是我们起码起因的时候啊 没有问题啊 需要的是我们一些 这个起因之后的一个调整啊 一个稳定性啊 能理解老师的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 我们这个起点很高啊 但是我们要在这个起点上站住啊 不能这个起点很高 然后唱着唱着掉下去了啊 懂我的意思吗 对 我们这个不光做一些气息训练啊 还是要就是我们啊 弱一点啊 先是从这个这个这个说话开始啊 轻轻的找啊 妈妈妈妈妈 来试一下这个能不能让它稳定一点啊 嗯 这个这个音不够高啊 这个音不够高 我们你唱着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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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个模仿一下 哎 这个对啊 这个对 这个对 妈妈妈 嗯 嗯 嗯 哼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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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妈妈妈 嗯 这个声音是弱够了啊 但是这个没有我们刚才唱那边好啊 我们需要把这个集中的点带上啊 你就有点出现我们那种 这个声音太散了 能不能听出来 我模仿你一下是这样的 可以听出来吗 嗯对对对 我们啊还是要把这个哼带进去啊 这样的感觉就对了啊 好的啊那同学知道我们这个练习的方法了吗 好的啊那么我们就今天连麦啊 先到这样啊我们来讲我们的歌曲了好吗 好的好的啊 声音变小变轻 是不是要提点气啊 声音变小变轻 什么叫声音变小变轻是要提点气呢 这个声音变小变轻是要提点气 我没有理解你这个这个这个话的意思啊 年华熊生同学 大海鱼都练完了是吗 啊这个今天时间很紧迫啊 时间很紧迫啊把这个大鱼啊看来大家对这首歌曲啊还是比较熟悉的啊 比较熟悉的啊那如果我们这个还是带大家简单的来唱一唱一遍处理一遍 然后我们把最后的时间再留给连麦同学们愿意吗 啊这个我们征求一下同学们的意见啊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作品处理啊 因为这个歌曲啊大家其实比较熟悉啊 我们把我们要说的这个重点啊说一下啊说一下啊 同学们大概知道我们哪里需要强一点啊哪里需要弱一点 我们把这个歌曲整整体梳理一遍啊把最后的时间还留给连麦啊同学们可以吗 好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啊还是把这首歌啊来给简单的梳理一下啊来梳理一下啊 首先呢这首歌曲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都很熟悉了啊这首大鱼啊大家应该都啊亨明要轻一点怎么做啊我们放到最后啊放到最后答一时间来给大家说啊来给大家说啊这个大鱼这首歌啊大家也很清楚啊这个歌词啊写的也是啊我们流行歌曲啊同样是啊我们先来读歌词啊读歌词啊来跟着老师啊来试一下啊请问老师啊周深这整首歌都是 都是用假声吗啊啊其实对于周深的这种嗓音来说啊比较特殊啊比较特殊啊整首歌曲并没有完全用假声啊他的这个主歌部分啊还是用了一些真声啊而且在副歌部分啊用了一些假声啊其实还是真假声的一个配合啊没有完全说全部用假声的啊这个主歌部分啊也就是我们这个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啊他还是用一些这种 啊真声啊真声啊真声但是这个加入一些后期的处理啊混响什么的啊他给你感觉整体比较空灵啊比较空灵啊当在副歌的高音的时候啊尤其是最后啊啊最后尾音啊大家应该都很熟知的那个很漂亮那个尾音啊那种像花枪一样那种感觉 这种时候用的是这种 比较纯粹的这种假声 比较纯粹的这种假声 针对于这首作品 同学们 我给了不同的伴奏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强项 发挥自己的强项 整体歌主歌部分 还是用真声 副歌部分 可以有能力的同学 尽量去用假声来进行一个 找一下这种空灵 这种冰凉 这种柔美的这种曲线 当然如果找不到 针对于我们的男生 针对于我们男生 我们给了男版的伴奏 给了男版伴奏 大家也可以用真声 把这首作品 先处理下来 先唱下来 唱下来之后 在之后的过程中 逐渐的去练这个假声 去练这个假声 把这个假声练好之后 再翻回头来 再处理这个作品 都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带着大家 把这首歌曲来梳理一遍 来梳理一遍 首先我们看我们的前四句 前四句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 那么这句话 肯定它也是有一个重点 所以重点我们读出来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 深深淹没 那这个深深 它就是一个重音 如果我们男生 去唱这首歌的时候 唱这首歌的时候 男生唱这首歌的时候 把这个深深唱成一个重音 重音就可以了 就是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 淹没 淹没 淹没可以慢一点给啊 给人一种慢慢淹没的这种感觉啊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 淹没 漫过天空镜头的角落 漫过天空镜头的角落 镜头的角落 镜头的角落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啊 这样一种感觉 针对于女生唱的 我们可以用假声啊 也可以用真声啊 女生的调大概是这样啊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 漫过天空镜头的角落 女生的调大概是这样啊 大概是这样啊 我们还是以这个男生的调啊 先来找这个强弱音啊 找这个强弱音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女生的调啊 可以按自己的这个音调啊 来处理一下啊 处理一下 我们整体的这个歌曲的对比啊 还是要有这种 每一句啊 倒有这种强弱弱弱弱啊 这样一个对比啊 对比我们整体歌曲唱出来啊 才会好听啊 才会好听 所以呢 我们第一句啊 海浪无声将夜幕 深深淹没 深深淹没 漫过天空镜头的角落 那么深深啊 镜头的啊 两个重音啊 两个重音 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 这种啊 反而是给人一种 创造意境的感觉啊 创造意境的感觉啊 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 我们轻一点 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 游过慢一点啊 游过慢一点 游过一定要格外的慢一点啊 因为想一下这个歌词啊 大鱼在这个缝隙里啊 在这个梦境里面游啊 因为这个鱼很庞大啊 它无法特别迅速的这样游啊 所以呢 它还是很缓慢的啊 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 因为我们前一句啊 整体都比较轻啊 所以下一句啊 要点一下人家 凝望和轮廓啊 两头是重音啊 我们开头和结尾是一个重音啊 凝望你沉睡的轮廓啊 这种感觉啊 这种感觉啊 这个我们前四句啊 带着同学们一起啊 我们来唱一下啊 唱一下啊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 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 凝望你沉睡的轮廓 这种感觉前四句啊 前四句可以理解老师意思 可以自己来做的同学来扣一波一啊 来扣一波一啊 让老师看到 我们接着看啊 接着看后面 接着看后面 看海天一色 听风起雨落 很多同学可以跟着老师做啊 非常好啊 非常好 我们看海天一色 听风起雨落 是干嘛用的呢 这两句啊 其实是给下一句做铺垫的啊 做铺垫的 执子手 吹散苍茫茫烟波 所以呢 我们这三句啊 整体连起来啊 是一个建 建墙啊 看海天一色 听风起雨落 执子手 吹散苍茫茫烟波 执子手啊 这个执子手啊 执啊 一定要强啊 一定是很强势的啊 抓住啊 抓住对方的手啊 来吹散啊 吹散啊 也是一个强势 吹散苍茫茫烟波 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个句式结构就是前两句啊 是一个铺垫啊 是一个建墙 看海天一色 听风起雨落 执子手 吹散苍茫茫烟波 吹散苍茫茫烟波 这种感觉啊 这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描绘一个啊 很美的一个意境啊 很美的一个意境 其实整首歌啊 都在描绘这样一个 你可以说是意境啊 也可以说是一个梦境的感觉啊 我相信这首歌啊 如果看过这个大鱼海棠电影的同学啊 一定会更有代入感啊 更有代入感啊 整体它那个画风啊 那个画面啊 在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 看歌词的时候 啪一下啊 它就打到我们的这个 脑子里面啊 在我们眼前啊 是可以有画面感的啊 是可以有画面感的啊 那么再往下啊 再往下啊 还是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 我松开时间的绳索啊 其实这三句啊 也是一个铺垫啊 它但是铺垫的感觉不同啊 第一个铺垫啊 是有执念的啊 是有执念的 看海天一色啊 听风起雨落 只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啊 这种 看海天一色 听风起雨落 只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啊 这三句啊 它的一个健强 给人的意境啊 是我有执念啊 是我有执念啊 执念 那么后面啊 后面三句啊 其实啊 就表达了这首歌的无奈啊 大鱼的翅膀啊 已经太辽阔 就是我已经抓不住了 已经太大了啊 飘走啊 飘远啊 我松开时间的绳索啊 我和你这么长的时间的一个相处啊 都是我们时间上的一些羁绊啊 相当于我啊 忘掉你啊 放弃 我松开时间的绳索啊 这三句啊 其实表现的是一种无奈啊 所以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 也是一种健强啊 把这个情绪推到顶点 然后再来描述什么 我的一个无奈啊 用一种强的情绪啊 来描述一个我很悲伤 很无奈的感觉啊 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 我松开时间的绳索啊 整体最后一句啊 就是在一个健强健强之后啊 直接弱下来 我松开时间的绳索啊 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这个第一次听此歌啊 对这调很盛啊 涅槃重生同学说啊 这个我们可以啊 我们之后呢 把这首歌的原唱啊 原唱来发到我们的群里啊 下次呢 我们把素材包装啊 把原唱也发出来啊 把原唱也发出来 我们流行演唱课啊 不要过多的去依赖这个谱啊 不要过多的依赖谱啊 我们要找这种歌曲啊 和歌词的这个感觉啊 歌曲和歌词的整体的这个感觉啊 并且呢 老师上节课也说了啊 我们可以提前啊 去看我们下一节课的歌曲啊 去听啊 去学啊 把这个下节课的歌曲啊 整体这个学会啊 学会之后呢 我们再来做这个作品的处理啊 因为我们高阶课啊 更多的 并不是说要把这首歌啊 交给大家啊 我们简单的 我们把旋律唱会啊 我们出去自己唱就完事了啊 并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高阶课啊 是要教大家作品处理的啊 要教大家作品处理啊 怎么样把这首歌啊 给人感觉更美啊 把这个意境啊 怎样教大家去理解 怎样去表达出来啊 这种感觉啊 这种感觉啊 能理解的同学扣一啊 能理解老师刚才所说的这番话啊 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啊 这个整个的主歌部分啊 可以理解的啊 来扣个一啊 来扣个一啊 大家扣一的过程啊 我们再把主歌过一遍啊 再把主歌过一遍啊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啊 漫过天空镜头的角落啊 深深跟镜头啊 两个重音 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啊 这种轻飘飘的啊 一种意境 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 凝望你沉睡的轮廓啊 这种感觉 这是我们前四句啊 然后后面呢 后三句啊 看海天一色 听风起雨落 只指手 吹散苍茫茫烟波啊 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这样一个 一个健强健强啊 然后把情绪推到顶点 更强啊 这三句啊 都是一个健强啊 然后呢 再是一个健强 大鱼的翅膀 已经太辽阔 最后回归到无奈啊 我松开 时间的绳索 我们把主歌部分啊 老师来唱一遍啊 唱起来是这样的啊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 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 凝望你沉睡的轮廓 看海天一色 听风起雨落 只指手 吹散苍茫茫烟波 大鱼的翅膀 已经太辽阔 我松开时间的绳索 可以理解老师这种意思吗 可以理解老师这种意境的啊 整体这种意境的啊 来扣歌啊 来扣歌啊 可以记住啊 我们所说的这些啊 强弱的一个对比啊 强弱的一个对比 一个强弱的对比 我们主歌啊 就要这样去演绎啊 这样去演绎啊 好啊 我们来看我们的副歌部分啊 这个涅槃同声同学啊 对啊 等我来人同学说的很好啊 这种歌曲啊 尤其是这种啊 这种很舒缓旋律的歌曲啊 一定要深情啊 深情相信你自己啊 你就是这个主人公啊 这番话就是从我嘴里边啊 我真心啊 不是说嘴里面 从我心里面所表达的东西啊 这样呢 我们才能唱好我们的流行歌曲啊 流行歌曲 好啊 把我们的副歌啊 副歌啊 就是到我们的这个重点了啊 重点啊 已经接主歌啊 接刚才主歌那个 我松开时间的绳索 已经很弱了啊 已经很弱了 已经很弱了 所以我们第一句啊 就是一个强音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对吧 这样一个感觉啊 当然呢 我们这个副歌啊 有能力的同学啊 刚才觉得这个 假声练的都不错的东西啊 可以用假声啊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找一下这种假声啊 弱弱的柔柔的这种感觉 就我很想 哎 这种要表达的感觉啊 就是我很想发力啊 但是又无力挽回的这种啊 所以用假声啊 所以周深老师啊 用这种假声啊 轻飘飘的感觉啊 去处理啊 去处理啊 就是这样的啊 这种感觉啊 当然啊 如果我们这个 喜欢强势一些的同学啊 尤其是男生啊 可以啊 真实一点啊 真实一点 怕你飞 这个也不是男生叫啊 错了啊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两个怕啊 一定要重一点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这种感觉啊 两个怕啊 一定要重一点 才表现我们真的害怕啊 真的害怕 如果我们把这个重音放在后面啊 就是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啊 这个 你就一点都不走心啊 一点都不走心啊 所以呢 我们两个怕字啊 两个怕字一定是重音啊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啊 然后呢 第三个啊 就是更强调了 更怕你 永远停留在 这里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啊 这个永远啊 反而这个永远其实是高音啊 但是我们不用那么重的去唱啊 更怕你 永远停留在 这里 啊 并不是我们所有高音都要强唱啊 这个 整个歌曲里面啊 这个永远其实是一个高音啊 更怕你 永远停留在 这里 啊 永远啊 一定要表示出啊 还是那个无奈啊 要有一个无奈的感觉 永远停留在这里 啊 永远停留在这里 啊 找这种感觉啊 找这种感觉 更怕你 永远停留在这里 啊 这种感觉 更怕你 永远停留在 这里 啊 这种 每一滴泪水 都向你流淌去啊 其实跟前三句的这个结构啊 比较像啊 每一滴泪水 都向你流淌去 最后一句啊 最后一句 其实跟主歌的最后一句比较相似啊 倒流进天空的海底 倒流进天空的海底 啊 整体这首歌曲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旁边这段是什么呢 啊 由于我们这个整体歌曲啊 有两段主歌 两段副歌啊 这个有AB段啊 这个这是B段副歌的一个啊 AB段的这个主歌啊 是同样的歌词啊 B段的主歌啊 有一些这个差别啊 有一些差别 但是其实啊 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啊 都是 看你飞远去 看你离我而去 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啊 其实这一句处理啊 可以稍微有一点不同啊 这一句的处理呢 这个高音的地方啊 生来就属于天际啊 这个生来啊 就是一个重音 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啊 这种感觉啊 这种感觉啊 这种感觉会多一点 所以呢 也就是第二段和这个第一段的这个副歌啊 只有一个一个重音上啊 不同啊 就是他不在这个前面的 前面是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而他这个呢 但是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啊 其实两段啊 只有这么唯一一点不同啊 唯一一点不同啊 好的啊 那么可以这个理解老师啊 理解老师的来扣一波一啊 扣一波一啊 可以懂我们今天这首歌曲的啊 我们整体歌曲啊 就算是这个分析完了啊 分析完了啊 刚才也是这个小小齐同学啊 小小齐同学啊 想要再连麦让老师听一下啊 老师可以在最后给这个同学来连个麦 来连个麦 由于我们今天啊 时间其实已经抄的比较多了啊 抄的比较多了啊 我们再来连一个啊 再来连一个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啊 哈喽同学 小小齐同学 你好你好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问题 我们觉得哪里比较有问题 指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假声啊 这个假声方面 因为这个歌相信大家也比较熟啊 我们来说一些这种技巧上的啊 这个假声方面啊 好我们试一下啊 还是找一下那个假声的感觉啊 还可以啊 你这个假声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还是不错的啊 老师可以听出来啊 你这个假声 OK啊 OK 我觉得你这个假声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我们可以运用到歌曲中啊 可以运用到歌曲中啊 整体这个 是可以的啊 就是我们在练的时候啊 还要注意什么啊 同时还就是这个大家的一个通病啊 就是这个啊 有点这个起音起的也不错啊 就是这个刻意啊 有点刻意的这个嗓子用力了啊 有点这种了啊 第一个音还是不错的啊 我们要找这个啊 轻一点啊 轻一点的这个感觉啊 轻一点的感觉 这个好像稍微还好一点啊 这个稍微好一点 OK啊 OK 我觉得我们这个声音啊 完全可以运用到这个 这个假声里面啊 运用到我们歌曲里面啊 好的啊 那对对对 我们多练啊 我们就是练什么呢 练这个保持啊 还是同样练保持啊 我们这个起音不错啊 不要让它我们起点很高啊 掉下来这种感觉 懂了吗 所以我们还是啊 轻轻的啊 不要让这个声音太大啊 不要不要过于让这个声音太大啊 轻一点啊 妈妈妈妈妈妈啊 还是同样的啊 找这种感觉啊 不要让 对对对 这个好一点啊 我们把它带入歌曲里面就可以了啊 OK啊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啊 好 好的 拜拜啊 好啊 那么同学们 我们今天这个抄的时间也是比较多了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啊 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新歌路没同学 想老师教最后的花枪啊 老师可以简单的来 来唱一下啊 来唱一下 最后那个花枪啊 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高的甲声啊 比较高的甲声啊 它的旋律大概是这样的啊 因为这个歌原歌曲里面啊 有一些和声啊 可能这个大家听不太听不太清楚啊 听不太清楚 所以呢 我们啊 我们这个来给大家重现一下啊 没有和声的时候啊 纯纯的一个旋律什么样的啊 它那个和声大概 它那个最后的花枪大概是这样的啊 不是这个调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啊 这样一个感觉啊 旋律是这样的啊 旋律是这样的啊 最后那个花枪 好的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作业呢 就是我们这首大鱼啊 同学们可以去凭自己的感觉啊 去演唱啊 这个 这个如果觉得假音练的还不太到位的同学啊 没有必要太刻意啊 没有必要太刻意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同学啊 可以拿假音尝试啊 老师所说的那几个重点啊 那几个重点啊 这个也是这个 今天这个时间抄的比较多啊 也是在这种课程中啊 老师也是尽量的啊 把这个更多的时间啊 来留给同学们连麦啊 可以看到同学们还是很喜欢这种连麦的一个效果啊 而且这个连麦啊 可能更加直接啊 好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同学们再见 拜拜 啊 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